习近平权力绝对集中的新立正 中国讨好西方大老板 法广阿曼廷 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 哈罗特·蒂博周一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中国讨好西方大老板》 他写道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热情地邀请西方大企业的领导人 尤其是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前往北京 参加于3月24日和3月25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 中国方面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是否足以说服跨国大企业的老板们 还有待观察 哈罗德·蒂博表示 自2000年起 中国当局就一直在使用 中国发展论坛这一平台 来介绍其经济的优先重点 今年2024年 世界经济的上流人物比如 苹果的老板库克 Pin Koo 辉瑞的董事长艾伯勒 Albert Borla 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 Steven Schwartzman等人都来到了北京 这些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聆听了李强总理的讲话 李强向他们解释了 中国新的经济理论 什么是新制生产力 顾名思义 新制生产力 这是更注重生产 而不是消费 而与此同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为了重振中国的经济 应该更多地支持消费 而且 中国生产的增加 已经成为贸易冲突的根源 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盟 目前正在调查中国政府 不同层面对电动汽车工厂的补贴 巴西也于三月初 对中国的钢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 权力绝对集中 哈罗德 蒂博继续写道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 跨国企业的大老板们 没有和中国总理 进行私下的和广泛的交流 不过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会在3月27日星期三 接见某些大老板 哈罗德 蒂博表示 这一变化传达了双重信息 一方面 这表明国际企业遇到的问题 中国最高层听到了 另一方面 如果习近平周三 确实会见这些国际大老板的话 这将是习近平第三任期 开始一年后 中国权力绝对集中的新立证 根据中国商务部 3月22日周五公布的数据 2024年前两个月 中国吸引的外资 是2150亿元人民币 和2023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19.9% 为了发出积极的信号 上中午 北京放宽了对企业顾客数据 出入境传输的管理规定 这样 有关采购 付款 预定航班 或酒店住宿的数据 将不必提交给监管机构 地方消费的疲软 在前去北京的商界人士中 最受关注的 无疑是苹果的老板库客 Tim Cook了 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苹果公司在上海的第八家专卖店开业了 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专卖店 而彭博社于2023年12月透露 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命令其员工 平止购买苹果品牌的智能手机 中国当地消费的疲软以及竞争对手华为的强盛给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造成压力 根据Counterprint公司的数据 与2023年同期相比 2024年的头六个星期 iPhone的销量下降了24% 不过 库客在上海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供应链比中国对我们更重要 3月21日星期四 位于上海静安区的苹果新店开业的情景 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双重性 一些人等了好几个小时 为的是能够拿到活动期间分发的布袋和贴纸 以及见到库客本人 同时 队列中出现了一位女士 穿着印有中国国旗的白色羽绒服 戴着的帽子上印着红星 这位女士在那里指责人们不该崇拜美国产品 她说 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华为 我们应该用华为 莫斯科恐袭 普京首任激进伊斯兰分子失袭 质疑犯案后为何逃往乌克兰 星岛日报 俄罗斯市郊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案 增至139人死亡 在多三名怀疑涉案里一范提堂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承认 失袭者是极端伊斯兰分子 但质疑乌克兰在事件中的角色 强调必须查出涉事恐怖分子犯案后 事后为何想逃往乌克兰 而俄方关心谁是策划者 及谁能从中受益 总统普京周一晚与调查官员举行事项会议 指这次恐习是激进伊斯兰分子所为 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恐慌 普京发言时没有提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 但提出为何凶途犯案后 试图逃往乌克兰 以及谁在乌克兰等他们 普京强调俄方关心谁是策划者 谁能从中受益 并指美国正透过各种渠道 试图让其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信恐习与乌克兰无关 普京质疑乌克兰在事件中的角色 指恐习可能是基辅政权对俄作战一系列图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普京在电视转播的会议上说 我们知道这项罪行是由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犯下 但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恐怖分子在翻案后试图逃往乌克兰 谁在那里等着他们 他谈到乌克兰与其盟国时说 这项暴行可能只是自2014年以来 与我国交战的人所做的一系列企图中的一个环节 普京补充说 乌方反攻彻底失败 俄军在整条战线掌握主动 因此有人试图闯入俄境内病例足 炮击俄居民区和民用基础设施 美国则反驳普京的指控 认为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伎俩 强调恐习是极端组织呼洛山伊斯兰国所为 美国事前已警告过俄罗斯 乌克兰表示 指控基辅社案的说法很荒谬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夜间演说中提到 普京再度自言自语 而且再次透过电视对外转播 他又一次归咎于乌克兰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拒绝指出谁要为恐习负责 促记者等候俄方调查结果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指 被捕者已提供犯罪情况 雇主及帮凶的详细证词 早前被捕的11人 继4名枪手周日24日提堂后 另有3人周一提堂 都是在塔吉克出生 其中1人是失袭枪手逃走时 乘坐白色车的上一任车主 另外2人分别是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 3人都没有伤痕 被控串谋袭击 还辖至5月22日再审 弟弟早前向传媒表示 在袭击发生前一星期 已经出售该辆白色车 如果罪名成立 3人最高将面临终身监禁 其中1人已认罪 莫斯科继续有悼念活动 向孔习死难者献花 而预袭的莫斯科市交音乐厅 工作人员周一继续在现场清理 孔习调查员表示 有两名伤者伤重死亡 死亡人数增至139 有182人受伤 目前有97人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孔习调查员又指 其中75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定 包括3名儿童 深圳二手房成交6连生 有中介门店单周成交创新高 网路媒体 3月25日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数据 2024年第12周 3月18日至3月24日 深圳全市二手房成交量 含自助录的1286套 环比增长6.6%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监测显示 深圳二手房周录得量 呈现六连生 市场热度不减 3月小阳春行情已成定势 中介门店单周成交量 刷新三年来新高 根据乐友嘉研究中心监测数据 上周03.18、03.24 乐友嘉二手住宅门店成交量五连涨 环比涨幅达到15% 截后开工以来 深圳乐友嘉门店成交量节节上升 不断刷新2021年3月以来的 单周成交最高值 此外 上周深圳乐友嘉门店 二手看房量环比持平 连续五周稳居高位 为后续的成交转化奠定基础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儒 对澎湃新闻表示 从农历新年过完以后 深圳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情况逐步好转 二手房的签约量也在逐周上涨 何倩儒认为 深圳楼市回暖有多方面因素 一是传统周期性 每年农历春节后 成交量都会逐步上行 二是受楼市政策影响 深圳于2月7日优化限购政策 深户不要求社保年限 非深户社保年限五改三 别加房贷利率下调等利好 有助于楼市恢复 今年2月7日 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在春节前发布关于 优化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 对于深圳户籍购房政策而言 政策恢复到2021年7月15日新政之前的政策 取消落户三年 社保三年才可以买房的政策限制 对于非户籍人口购房政策而言 从之前的连续五年 社保要求降低到三年 深圳当地中介表示 春节过后市场交易量确实有所回升 但基本都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想要促成交易 还是要降价 上述中介举例称 以一套龙华区88平左右的房子为例 参考价在648万元 房东原本挂牌就低于参考价 挂牌价580万元 最近自动下调了70万元 挂牌价510万元 因为价格下调的幅度大 所以房子的代刊量就起来了 据何欠如介绍 目前深圳的成交价格 接近参考价或者低于参考价 10%至20%左右的成交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从整体来说 交易量是起来了 但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3月19日 一季度深圳二手成交房源里 超81%的成交价低于指导价 其中低于指导价20%以上的占比 目前已经达到20% 而从挂牌量来看 根据公开在售二手房源量数据统计 截至2024年3月25日 深圳全市共有56957套有效二手房源在售 较前一周增加898套 根据深圳中原地产监测的数据 成交分布上来看 今年2月份 深圳成交占比前三的区域 分别为龙岗区 福田区 南山区 重点城市二手房小阳春行情显现 从其他重点城市表现来看 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 3月以来 重点城市二手房周度销售规模持续回升 新房市场一定程度受到供给端影响 整体成交表现不及二手房 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 3月11日至3月17日 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 环比增长12.3% 连续四周环比增长 重点城市中 广州深圳新房成交量处于今年以来周度高位 二手房市场普遍保持一定活跃度 成交规模持续回升 另外 上海二手商品房单周3.4-3.10 成交量处于2023年8月以来周度最高水平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学指出 结合一线城市三月以来的楼市成交数据来看 在接下来房企推新节奏加快 以及限购松绑 房贷利率大幅度下调等利好政策的持续发酵下 3月小阳春将如期而至 成交量将在2月基础上迎来较为明显的上升局面 但难以超越去年同期的成交水平 另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24年第12周 重点时程二手住宅成交量为18474套 环比上涨12.22% 同比下降16.93% 相较新房市场而言 二手房成交上升趋势更为稳定 总体成交量已连续5周平稳上行 且12周成交量还创下了自去年6月份以来周度新高 成交韧性特征突出 同比降幅持续收窄 从累计成交来看 与新房成交趋势仍然一致 累计成交量环比大幅上涨 同比仍现下滑局面 数据显示 2024年3月截至24日 重点时程二手住宅成交52598套 较上月同期上涨135.29% 较去年同期下降36.15% 其中杭州二手房全面取消限购的新政仍在发酵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二手住宅成交量维持上涨态势 且成交量刷新年内新高 数据显示 第12周杭州二手住宅成交1810套 环比上涨11.52%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认为 对于二手房接下来的成交走势 依旧维持下周稳中有升 三月环比大幅上涨 同比下降的预判 金三银四可期 女婴接种疫苗后瘫痪 医院单则40% 家属不认可 网络媒体 刘采化名9岁了 每天只能靠刘石维持生命 靠开塞路完成排泄 靠大人辅助康复训练 以缓解脑部和肌肉萎缩 专家组出具的调查诊断书载明 刘采生于2015年8月10日 2016年1月19日 刘采在四川省内江市中区 玉西社区服务中心 简称玉西社区医院接种疫苗 回家后出现惊觉 发热等症状 次日出现腹泻 病情加重 经多家医院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重症肺炎 呼吸衰竭等十余种严重疾病 2024年3月25日 刘采的母亲刘成英告诉澎湃新闻 根据法院的判决 医院只承担40%的责任 他坚持认为 女儿刘采是被注射了 非正规渠道够进的或过期的疫苗 从而导致了这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接种医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上述专家组出具的调查诊断书显示 玉西社区医院为刘采接种的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 均于省市区疾控中心供应的 相应疫苗批次不一致 但该社区医院称 疫苗来源渠道正规 且在有效期内 只是该院工作人员对疫苗批次记录 存在不规范和瑕疵 西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则认为 玉西社区医院对刘采实施的接种过程 以及对疫苗采购管理 均存在不规范行为 同时 医院也未能证实 其对刘采发生疑似预防接种反应后 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过 医院诊疗行为与后果 不能绝对排除偶合因素 而刘承英对此不认可 仍在继续申诉 五月龄女婴接种疫苗后患多种严重疾病 刘采五个月大的时候 开始医押血雨 已经会翻身了 刘承英说 那次接种之后 女儿就再没能自己动弹一下 孩子睡觉时 眼睛不能完全闭合 醒来后 虽然睁着眼睛 却目空一切 偶尔会哭几声 那是她唯一的表达 刘学英说 可能是因为疼痛 刘承英离异之后 之前的孩子跟了前夫 她跟后来的男友怀上了刘采 但孩子尚未出生 男友就因病去世了 刘承英独自生下女儿 生活艰难 2016年1月19日下午 刘承英带着女儿 前往内江市市中区玉西社区医院 接种口服的脊髓灰质炎 减毒活疫苗 针剂无细胞百白破疫苗 及针剂B型流感嗜血反菌疫苗 回家后 女儿就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 主要表现为惊觉 发热 哭闹 刘承英当时以为 接种疫苗之后 有一些反应是正常的 20日上午 刘采出现腹泻 病情加重 刘承英赶紧送其 往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刘承英说 孩子送医院 不久就出现晕血 经医院抢救 治疗无果 被紧急转入 重庆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 情况越来越糟糕 重庆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 病毒性脑炎 重症肺炎 呼吸衰竭 肺功能损害 应急性高血糖 心肌损害 急性肾损伤 激发型癫痫等 刘采在该院住院48日后出院 西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后来就刘采影伤残等级 后续医疗费评估 护理期限评定事项 做出鉴定 颅脑损伤为一级伤残 护理期限为生存期长期护理 鉴定报告载明 被鉴定人刘采不能抬头 说话 不能独坐 翻身 行走 不能主动觅食 四肢不能爬行 鉴定认为 刘采需长期用药 并服以康复治疗 其治疗方案不确切 无法评估后续治疗费 刘承英说 他现在每天带着孩子 前往医院做康复治疗 但收效甚微 要得到更好的康复治疗 就需要责任医院 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 但现在看来 似乎很难 刘采每天在医院 接受康复治疗 受访者公图 专家组 接种存在不规范 但不属于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 根据内江市中区 预防接种反应调查 诊断专家组出具的 四川省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书 专家组认为 玉西社区医院 2016年1月19日 为刘采接种的灰籍 减毒活疫苗 无细胞百百破疫苗 与区疾控中心疫苗 出入库登记批号不符 与省、市、区疾控中心 供应的相应疫苗批次不一样 存在不规范接种行为 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调查诊断书称 2016年11月和2017年6月、9月 内江市医调委调解过程中 双方协商对流采 病毒性脑炎形成 与接种的疫苗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进行鉴定 后因鉴定机构技术条件 限制未受理 或因其他原因未进行 不过 专家组调查诊断书载明 玉西社区医院 给流采接种的 几回减毒活疫苗批号 接种登记本 接种证显示为 20150825转5 而区疾控中心 2015年7至12月 分发给玉西社区 卫生院的疫苗批号为 2015080255 无批号 20150825转5的几回疫苗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 批号登记为 2014年10月3日 区疾控中心 分发给玉西社区医院的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中 没有该批号的疫苗 对此 玉西社区医院解释为 该院工作人员输入错误 而百白破疫苗的生产日期 2014年10月3日 和批号2014050转2 在接种登记本和电脑 接种记录登记颠倒 该院进一步解释称 百白破疫苗 和脊髓挥制炎疫苗 均属一类疫苗 是免费为儿童接种 进货渠道有省 是 区疾控配送 因此 该院不存在通过 其他渠道购买的情况 同时 内疆卫生执法部门 追溯涉事疫苗源头 确认涉事百白破疫苗 来自武汉生物研究所 系正规来源 法院中审判医院 单则40% 家属不认可 西南医科大学 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认为 玉西社区医院 对流采实施的接种过程 以及对疫苗采购管理 均存在不规范行为 同时 医院也未能证实 其对流采发生 疑似预防接种反应后 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过 医院诊疗行为与后果 不能绝对排除偶合因素 司法鉴定建议 院方责任参与度 30%至40%为宜 内疆市中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 刘成英无法证明 社区医院接种的疫苗不合法 且导致了流采的疾病 不能排除其自身疾病 偶合因素的可能 不过 法院认为 鉴定意见是医学专家 从疾病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 来确定 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 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应综合分析双方的地位 注意义务等方面 由于社区医院 处于专业知识强势一方 在综合其在疫苗接种行为中的过错 接种之时 社区医院未告知家属 接种疫苗后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如出现不良反应 应采取的方式方法 医审法院认为 社区医院应该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018年12月6日 医审判决预期社区医院 向流采支付50万09114.18元 并每二年一次 按照当时护工标准 一次性支付流采护理依赖费 直至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为止 最长不超过20年 不过 医审判决输之后 社区医院提起上诉 案件发回重审 2022年12月30日 内江市中区人民法院重审改判 医院承担40%责任 赔偿刘成英41万余元 减去医院的此前支付费用 应支付31万余元 刘成英不服 提起上诉 2023年7月6日 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 预期社区医院 仍承担40%责任 不过 赔付金额改判为 48.197.88元 刘成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提出再审申请 2023年12月21日 四川省高院驳回刘成英的再审申请 2024年3月25日 刘成英告诉澎湃新闻 至今拿到的赔偿费用总共40多万元 这些钱很难应对未来更大的康复治疗和生活支持 女儿的康复看上去还遥遥无期 她会继续申诉 俄媒披露 莫斯科音乐厅恐袭事件涉案人员交易细节 网络媒体 俄罗斯RT电视台当地时间25日发布消息称 该媒体获得了莫斯科州音乐厅恐袭事件嫌疑人 伊斯洛莫夫向恐怖分子出售汽车的合同员件 据了解 合同签订于3月14日 也就是恐袭发生前一周 卖家是25日被判积压候审的迪洛瓦尔伊斯洛莫夫 买家是24日夜间被判积压候审的米尔佐耶夫 米尔佐耶夫为这辆雷诺轿车支付了25万卢布 据俄新社此前报道 恐怖分子在袭击后乘坐一辆白色雷诺汽车逃离了现场 调查机构认为 伊斯洛莫夫一家向恐袭直接参与者提供了交通和住宿便利 并帮助运送现金 很可能知晓恐怖分子的真正计划 闺蜜合谋用婴儿车偷山变卖 为逃避收监竟反复怀孕共育十一子 星岛日报 因孩子多 经济窘迫 于是选择盗窃 偷到金额累计2800多元人民币下铜 然后为规避收监执行 又反复怀孕两人共育11个孩子 近日 上海静安区一大型购物商场内的某家店频频遭窃 而小偷的工具则是一辆婴儿车 闭露电视画面显示 一位短发女子手推婴儿车和一个扎头发的女子神色慌张地快速前行 两人是一对闺蜜 短发的是30岁的小晴化名 扎头发的猪猪化名年长许多 现年39岁 猪猪和小晴在做服装生意的时候认识 猪猪开着一家小店 小晴则是把批发来的服装供给了猪猪 两人合作默契 因此成了好友 好景不长 猪猪结婚 老公重男轻女 接连生育四个孩子终于盼来了男孩 但生活的压力使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 自私的老公离开了猪猪 这时候生意也不景气 他关了小店与小晴一起打散工 此时的小晴也结婚生子 两人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 养育那么多孩子 经济上也十分窘迫 于是动起盗窃的念头 两人一般选择服装店入手 假装商量买顺密衣裤 一人望风 一人以婴儿车为掩护偷衫 还自行带了磁铁 破坏衣物上面防盗设施 让店员很难发现 之后 他们将偷来的衣服 放在婴儿车里 推去附近的服装小店销赃 偷到金额累计2800多元 两人屡次作案 后来他们发现 可以利用反复怀孕 得到肩外执行 朱朱再次结婚 又一连生了三个孩子 而小晴也生了四个孩子 如今 两人已经因犯盗窃罪 被上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检察官解释 两人现在均在哺乳期 没有收监 不是因为缓刑 因为他们已经是数罪并罚 也是击犯 不是用缓刑 但是执行方式是肩外执行 安理会通过加沙停火协议 美方声称没有约束力 网络媒体 新华社联合国3月25日 电记者上续签 联合国安理会 25日通过第2728号决议 要求摘月期间 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 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停火 这是3月25日 在位于纽约专题的联合国总部 拍摄的安理会投票表决现场 新华社记者 谢厄 社 这是自去年10月7日8 以冲突升级以来 安理会首次通过 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的决议 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安理会成员 在当天的投票中 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美国投了弃权票 决议还要求立即 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 并确保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准入 以满足其医疗和其他人道需求 要求各方 恪守国际法规定的相关义务 决议强调 急需向整个加沙地带 扩大人道主义援助 加大对平民的保护力度 决议要求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安理会相关决议 清除向加沙地带 大规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一切障碍 美国代表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强调 释放全部被扣押人员 是实现停火的唯一途径 并声称 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不具约束力 美国此前多次在安理会 对加沙地带停火相关决议草案 行使否决权 拒绝国际社会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说 安理会22日就美国提出的 另一份关于加沙局势的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 中方同阿尔吉利亚 罗洛斯一道投了反对票 两份草案分歧点 归根结底是 要不要立即无条件停火 能不能允许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继续下去 加沙冲突爆发近6个月 3.2万多无辜平民被夺去生命 对于已经失去的生命 安理会今天的决议来得太迟了 但对于上百万人身陷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的加沙民众来说 这项决议如果能得到全面 有效落实 还是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希望 安理会决议是有约束力的 中方要求当事方旅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 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 安理会25日的决议草案 由10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提出 表决前 俄罗斯对草案提出口头修正案 要求恢复永久停火的措辞 俄罗斯的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 恐袭已至139人死亡 俄侦查委员会公布时间线 网络媒体 当地时间3月25日 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克雷金 在联邦安全会议上宣布 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已造成139人死亡 其中137人死于恐袭现场 两人死于医院 另有182人受伤 俄副总理戈利科娃在会上表示 其中住院接受治疗人数下降到93人 有9名伤者情况危急 此外 巴斯特雷金表示 有75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完成辨认 另据俄紧急情况部截至25日20时更新的数据 已有95名遇难人员的身份得以确认 巴斯特雷金还介绍了恐袭事件时间线 3月22日18时54分 4名恐怖分子乘坐一辆汽车 驶进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大楼 在音乐厅建筑旁等待观众的到来 19时58分 携带自动武器的恐怖分子 在音乐厅附近向街上的行人开火 他们随后进入大楼 走进音乐厅 继续向他们看到的所有人 不分性别和年龄进行设计 20时11分 恐怖分子使用所携带的塑料瓶装汽油 在音乐厅内纵火后 驾驶一辆轿车驶离停车场 哈马斯对安理会通过加沙停火决议 表示欢迎 网络媒体 财联社3月26日点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当地时间25日发表声明称 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 表示欢迎 哈马斯强调 有必要实现永久停火 以此促使 以军从加沙地带完全撤军 使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 声明还称 哈马斯愿意立即进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 以使双方被扣押人员都能获释 声明同时强调 需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移动 同时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能够送达加沙所有地区的民众 哈马斯最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对以色列专题施压 使其停火 网传施永信传为儿子少林寺 发声明赤造谣 以报案追究 星岛日报 内地网络近日出现消息 指河南松山少林四方帐施永信将会把一波传给儿子施正恩 嘲讽此举是制造佛二代 少林寺今日清晨发声明 只有官指控 纯属恶意捏造 四方及施永信汇报案追究责任 内地公众号侠客堂23日发帖 指控施永信要把一波传给儿子施正恩 然后以辛辣言辞讽刺施永信在制造佛二代 原帖虽在发布后不久删除 但仍遭网民广泛转发 引起舆论关注 少林寺今日清晨发声明澄清 指上述言论 纯为恶意造谣 声明指 上述网络造谣诽谤 不仅对永信方丈的声誉 造成了恶劣影响 对禅宗祖庭少林寺的名誉 及少林僧团的形象 亦造成了严重损害 更蓄意诋毁中国佛教 戏弄广大信徒的感情 为此 少林寺及世永信 只有向执法机关报案 诉诸法律途径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和账号的法律责任 并提请相关执法机关 将调查及处理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还少林寺和永信方丈的清白 4.54亿美元 1.75亿 特朗普拿到巨大折扣 网络媒体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此前 因财务欺诈等违法行为 在纽约专题 周面临约4.54亿美元的保证金 提起上诉 当地时间3月25日 纽约上诉法院批准其保证金 降至1.75亿美元 但必须在10天内付清 报道称 3月25日本专题 是特朗普到了 必须缴纳4.54亿美元保证金的 最后期限 否则财产可能被没收 而纽约上诉法院 同意削减保证金和延长缴纳期限的决定意味着 特朗普或许可以继续推进上诉 而不必担心 他的资产因为付款 而被纽约总检察长没收 特朗普律师 在上周向法庭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表示 他们已接触过30家提供抵押贷款服务的公司 但没人愿放贷 特朗普单方面不可能凑足4.54亿美元的保证金 美法官裁定 特朗普封口费案庭审日期定于4月15日 网络媒体 当地时间3月25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抵达纽约专题法院 参加敲定封口费案审判日期的听证会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曼努安尔 美尔上拒绝了特朗普律师团队 就此案要求进一步推迟审理日期的要求 裁定该案将于4月15日开庭 此案原定于3月25日开始挑选陪审团 但本月早些时候 由于特朗普的辩护律师称 联邦检察官持交了超过10万页 与此案相关的潜在证据 美尔上已将庭审日期推迟 25日当天 美尔上裁定检察官并无在持交证据方面 有任何过错 2023年3月底 该案主控检察官布拉格 以34项重罪指控起诉特朗普 指认他曾委托柯亨向燕星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以免桃色丑闻影响其2016年竞选总统 随后伪造商业记录 以律师费名义分期返还柯亨垫付款项 以掩盖其违反纽约州和联邦选举法规的行为 大城市设处最新捧红回血胜地 在县城被狠狠嘲笑 网络媒体 地球的春天来了 准确来说是北半球 地球上最纯正的牛马 打工人的春天也来了 最近大家捧红了公园20分钟效应 这个国际环境 健康研究杂志 去年一篇论文所提出的学术概念 焕发了第二春 拳打City Walk 脚踢春日野餐 飞速机身为茶水间和社交媒体最火的社交货币 研究人员发现 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 能够让人更加快乐 即便不做运动 只是到公园待上20分钟 也能让状态更好 at陈美嘉下画线 全网都加入了这场春天自救计划 尤其是疲惫不堪打工人 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打开小红书 十个帖里面至少有撒在说 这20分钟宛如神迹降临 趁午休来实践公园20分钟理论啊 啊是真的 骗人是小狗 效果绝对惊艳 公园20分钟将成为工作日必备 一刷抖音 快被侯孝贤 最好的时光那段人生BGM占领了 张震的声线柔缓沉静 又带着掩饰不住的雀跃 对舒奇袒露心迹 秀美小姐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已经三个月了 春雨绵绵 此刻 正放着披头式的歌 Rain and Tears 就像我的心情 期待能再见到你 祝福 永远美丽 打工人在视频里展示 自己溜弯的所见所闻 公司附近的公园 现在是打工人之光一般的存在 堪称消极情绪巨大吞吐机的互联网世界 破天荒地释放出了暖暖春意 北上广上空积蓄的磅礴气 和打工人直冲天灵盖的斑味 竟然也有似乎要消散的一天 随便戳进一个北京 上海接下来的春天是这样的帖子 都有网友在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公园 小六美妙体验 各大城市能量最高的公园 正大光明开卷 北海公园 朝阳公园 许家会公园 中山公园 在提名名单上厮杀的异常激烈 攒打工人也有享福的这一天 体会到一种人生突然开挂的感觉 去公园之前 被困在公园上的自己Be Like 到达公园 很吸天地间精华 释放掉上班污浊气之后Be Like 从马楼变身美猴王 五指山都压不住 更何况区区26个带处理工作事项 和不值一提的四场冗长会议了 白天几乎都在室内的忙碌打工人 分外拥护这股公园六弯潮流 晒不到中午的好日头 也没空欣赏晚霞 活得仿佛阴暗爬行动物 Vista新人节衣 最近去体验 医生告诉他 现在的上班族防晒过度 晒不到太阳 维生素D缺乏太普遍了 四种快乐激素之一的血清素 是天然的情绪稳定剂 它的产生也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 啊一口 nana 工位上不敢摆我在工位很想死的力排 却融得下护肝片护眼片 鱼油 胶原蛋白粉的瓶瓶罐罐 某个灵机一动的工作日午后 借着下楼买杯咖啡的功夫 加入公园20分钟六弯举的大军 发现在鹅卵石路上溜达溜达 按摩了脚底 也按摩了心灵 比快当成饭吃的保健品 使用多了 小城镇打工人 不拿着20分钟当回事 也压根没觉得 六公园事件能被赋予很多意义和价值的事 毕竟人家中午有三小时空档 能回家做个饭睡个觉 晚上有大把时间用来供自己虚度 不被玻璃幕墙包围 跟户外空间的关系一向很亲密 而卑微的大城市打工人 从繁忙日程里挤出一点可怜的时间 下楼喘口气 把心理感受和一手攻略记录下来 大叔特殊 向命运共同体们散播点难得的正能量 像工作现身13小时 别舍不得云出来20分钟给自己 情绪价值这种越像他人球 心里越没底的东西 到头来还是得自己亲自去创造 比起睡觉休息 心累的时候做点什么事情 往往回血更快 吸收阳光 感受风吹和草动 接近大自然 观察人类 状态和能量得到恢复 公园里的20分钟 是独属于大城市耗材的Gap Minutes 也是当代打工人的精神快充 和自我救赎 沉寂已久的感官被重新激活 陷入昏睡模式的感受力被调动起来 北京的桃花和玉兰 上海的樱花和玉金香 深圳的杜鹃和三月梅 广州的紫金和风铃木 以各种形态 色彩 气味 出现在大家的帖子里 空气中的味道 横冲直撞进鼻子 不同鸟类的叫声 小孩打针 乃隔声 树叶摩擦沙沙声 以声波震动的方式 进了耳朵 被鼓膜传递着 被听觉中枢分析着 免费的快乐 被打工人捕捉和打捞 春天的感觉具象化了 甚至都不用市政部门 规划过的正儿八经公园 只是靠近一棵树 在草坪上躺一会 也会感到放松和平缓流动的能量 石铁声描述春天的句子 无数次被网友引用 整个春天 直至夏天 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 长风配鱼 艳阳明月 耐尸田也被喜悦铺满 天地间充斥着声的豪情 风里梦里 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 这时候问问自己 那个看似无比紧要 比天还大的事情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堆积在心里的情绪 和当牛做马的弥漫性压力 都被天地给稀释了 就像大家说的 我与地毯的故事 一直在继续 在一堆公园短暂摸鱼铁中 大型互联网公司 总能占据C位 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园区 秀出员工纷纷溜弯的场景 已经超越了晒公牌 登顶成为大厂人 privilege 尽显的新载体 当他们漫不经心地吐槽着 我们都没地去 只能园区里瞎转转 每天有一半时间 栖身于商务区写字楼的打工人 默默捏紧了拳头 就像在打工人 分享自己带饭的Vlog评论区 总有国阳起的人憋不住 略带惋惜地留下一句 哎 没办法 懒人一个 只能天天三餐吃食堂 都吃腻了 当然 一线打工人 走不了真正的户外风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也只是把玉龙雪山当背景 站在越野车上拍 他个十组八组照片 不过我们打工人最擅长的 除了忙里偷闲 就是自我安慰和知足常乐 户外降级 无所谓 公司旁边的公园 怎么着也是货真价实 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空气是流动的 不是中央空调出风口 吹出来的内循环废气 吃预制菜 想预制人生步骤的 预制打工人 在此刻 脚踏在大地上 得到了来自地母的短暂抚慰 虽然不能在春风沉醉的夜晚 骑着共享单车 六点半之前到家 打开春风沉醉的夜晚 边看边做饭 但能用一场晚饭后的 二十分钟公园漫步 为接下来酣畅淋漓的 加班之旅 注入点春天的生命力 就像最近很火的 金句说的那样 人就是活一个心态 要学会享受 自己和地球的约会 FCC 然而 对于不少普通打工人来说 公园放空二十分钟 听上去简单 做起来难 物理层面的难度倒是其次 中午或傍晚抽二十分钟 是有可能的 公司附近如果没有公园 也能找到稍微安静一点的角落 精神层面的收放自如 才是真正的难关 一方面 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 突然停下来 想要再启动 得经历一段歪歪扭扭 难以抵挡停滞本能的过渡时间 感受自由吹拂和自我存在的 短短三分之一个小时 也会产生阶段反应 另一方面 可能这个陀螺 它压根就停不下来 紧绷的上班 紧绷着下楼六弯 掐着表盘算着时间 生怕一点半的 每日例会迟到 担心两点一刻 跟甲方要碰的PPT有纰漏 摸鱼摸的胆战心惊 用Excel 做赛博十字秀 共享表格下午子棋 偷偷考证 复习考研 AddVV 想在溜弯的时候 听点讲理财知识 传授自我提升经验的播客 把每一分钟用在刀刃上 不让在于春的一年之际 被虚置 并不存在一个有形的鞭子 在不停抽打 但心里那个被社会塑造的 无形的监督者 永远伴随左右 不是想松弛就能松弛的 越用力 越会受到反作用的侵扰 去公园放松之后有羞耻感 是一些网友们共通的困扰 不过 这还不是最让大家破防的 真正杀人诛心的是 下楼摸鱼的时候 拿着杯9.9的瑞幸 给自己补充打工人血液中 应有的咖啡因浓度 然而看到大爷大妈闲适的 打着牌 唠着磕 退休了 有社保有退休金 赚得比年轻人多 有一线城市 CBD附近的房子 说话中气十足 面色红润 精神状态优秀 单拎出来一条 就能无差别 创死一个没做错任何事 没惹任何人的打工人 素西血买了 十足鸟咬咬牙入了 滑雪行透冲去 Solomon置办齐全了 社交平台上晒晒 享受到了心灵按摩 但硬撑的打工人灵魂 会在看到单杠道立大爷 跳探歌大妈时 瞬间枯萎 当然 也有反向受到激励的 听到小孩吵嚷 看到大人不耐烦的神情 瞬间事业心爆棚 想以100米冲刺的速度 奔向自己的工位 毕竟 工作不开心可以辞掉 孩子生下来就无处可逃了 各个圈层打工人 即使在短短20分钟的休闲时间里 也没办法全身心享受其中 静安寺外企快销打工人 偷溜到静安公园 想渡上一层松弛赶费 然后被一个电话反向偷袭 火急火燎赶回公司 处理品牌舆情 足协员主席受贿8100万 陈虚员90度鞠躬谢罪 判无期徒刑 星岛日报 央视新闻报道 中国足球协会员主席陈虚员受贿案 今早在湖北黄石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陈虚员被控受贿8103万余元人民币 受贿时间达13年217次 赃款现已全部追回 陈虚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评审中 陈虚员表示认罪悔罪 在最后陈述环节 他90度鞠躬近10秒 向全国球迷道歉 我无脸面面对广大球迷 在此我向全国球迷公开谢罪 真诚地向广大球迷说声对不起 希望能得到球迷的宽恕 芯片出口不振 人才遭每日挖角 韩国亮起红灯 网络媒体 五年间 被韩国人誉为出口孝子的 存储芯片出口额遭遇腰斩 市占率连续四年被中国压制 位居世界第二 在相对稳定增长的 非存储芯片市场 韩国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 市占率远低于美国 日本 专题 中国等 韩民族日报 3月22日以担忧的口吻报道 两类芯片出口接不振 自称半导体强国的韩国亮起红灯 为阻止中国制造尖端半导体 美国自2022年10月起 对实施对华出口管制 并鼓动拥有相关技术的同盟国 加入其中 导致韩国对华半导体设备及材料 出口大幅下滑 左右为难 但就在韩国试图在美国威压之下 寻找折中方案的同时 韩媒爆出 美国、日本等国企业 暗暗打起了人才争夺战 试图从韩企挖走半导体从业人员 韩国地位持续下降 韩民族日报指出 从2018年到2023年 韩国存储芯片出口额 从830亿美元 骤降到429亿美元 将近减少了一半 尤其在最近两年 每年出口额减少率 更是达到两位数 报道称 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为中心的 韩国半导体公司 在世界存储芯片市场的占有率 在十多年来 一直保持着60%左右的垄断地位 但出口额却出现了巨变 对此 专家们认为 这是因为随着过去两年行业的发展 以存储芯片为中心的 韩国半导体产业结构 存在明显的弱点 据韩国日报本月初报道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PEEP一日发布的 韩国半导体产业的 进出口结构及全球地位分析显示 存储芯片 这一韩国的代表性出口产品的地位 大不如前 报告称 2023年韩国半导体产业贸易收支顺差 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为250.23亿美元 是2019年至最近五年来的最低值 此前 即使是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至2022年 韩国半导体产业贸易收支顺差 也一直超过400亿美元 PEEP高级研究员郑亨坤因表示 这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地位 持续下降 报道称 在韩国半导体产业地位萎缩期间 中国开始逐渐发力 2018年到2022年 韩国存储芯片在全球出口市场的占有率 从29.1%跌至18.9% 相反 中国存储芯片在2019年 以27.2%的市占率超越韩国后 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意味着包括韩国企业在内 中国国内生产的存储芯片供应世界市场的比重更高 郑亨坤补充 在更细分的存储芯片类别中 中国的出口比重也都更高 以去年为基准 韩国半导体产业出现最大贸易赤字的国家则是日本 韩国经济 此前分析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数据发现 中国自含进口半导体及设备的金额 从2018年的824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662亿美元 缩水19.63% 同期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金额 从158亿美元增至208亿美元 增幅为31.2% 与上年相比 2023年中国进口韩国半导体体量下降了21.84% 但进口日本半导体却增长了3.3% 当时有分析认为 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管制措施 令韩方猝不及防 缺乏了调整应对的时间与空间 此外 日韩两国产品方向及市场结构不同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对华出口领域 主要围绕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约束的细分市场 且涉及半导体相关的材料 零部件 装备等多领域 日本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构建优势 形成难以被取代的技术壁垒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不断施压盟友 在芯片领域一同对中国进行无理打压 早已令全球产业链和行业人士较苦不迭 韩联社本月早些时候披露 起初半导体技术水平较高的荷兰和日本 是美国的施压对象 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美方对韩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强 甚至直接点名韩国特定企业 将韩国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视作问题 韩联社担忧 一旦加入对华打压行列 韩国半导体产业恐面临不利局面 韩国企业生产的半导体设备的技术水平 原本就不及美日和三国 尤为重要的对华出口一旦受限 对韩国半导体自立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韩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的竞争力 又直接决定了三星电子 SK海力士的价格竞争力 引西越政府不得不慎重 小市场上才有强烈存在感 韩国虽称得上半导体强国 但其半导体产业 整体以及三星电子 SK海力士等大型半导体企业生产的半导体 绝大部分都是存储芯片 在非存储半导体等领域实力相对较弱 非存储半导体包括中央处理器 图像传感器 移动应用处理器等系统半导体 和晶圆代工等 韩民族日报22日进一步提到 从韩国产业研究院Piatt的资料来看 各国及地区的非存储芯片市场占有率中 就销售我而言 韩国为3.3% 落后于中国台湾 专体10.3% 日本9.2% 中国大陆6.5% 此外美国占54.5% 然而在全球半导体市场 存储芯片占比为23.88% 市场规模187万亿韩元 非存储芯片占比为76.12593万亿韩元 后者是个远远更广阔的市场 报道感叹 也就是说 只有在小市场上 韩国才有强烈的存在感 半导体强国亮起了警灯 这与引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 三星电子的状况相吻合 韩民族日报介绍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 当前不仅在非存储芯片领域面临挑战 在存储芯片领域的竞争力 也受到了威胁 公司内半导体事业部 DS内外甚至出现了四面楚歌的情况 韩媒表示 三星虽然在非存储芯片领域 进行了多年挑战 但还是远远落后于竞争者 在生产非存储芯片半导体的代工市场 排名第一的台积电 有苹果、英伟达、AMD等大型客户公司 巩固了第一的地位 相反 没有听说过三星电子有关大型客户的消息 报道称 三星电子通过生产用于自家家电 及智能手机的芯片 以及分散接受集中在台积电的物量 守住了第二的位置 上月21日 美国英特尔公司正式宣布将与微软合作 在今年底批量生产1.8nm芯片 领先于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2025年批量生产2nm半导体的计划 被韩媒视作宣战 英特尔当天的活动 是向全世界宣布美国芯片战争的宣战布告 因为不仅是人工智能 AI芯片的开发和设计 美国企业和政府团结一致 把被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夺走的 尖端半导体制造生产主导权也拿走 赤裸裸地表现出了 要完成美国半导体生态界的意志 韩国东亚日报当时评价道 而在存储芯片领域 韩民族日报说 由于封装相关技术问题 三星电子从第四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3开始变 未能向图形处理器龙头公司英伟达供应 让位于三星之后的SK海利市 实际上垄断了供应 而HBM原本应该是三星主力Gram产品 范畴内的 UGIN投资证券研究中心负责人 李胜宇因表示 进入AI时代后 通用半导体Gram的封装等客户定制技术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三星的竞争力正在下降 不仅是HBM 双数据速率DDR也存在技术力问题 以前在三星内部 不曾看到过的危机正在扩大 产业竞争时代 每日争相挖人 针对上述现象 PIT在报告中建议 为了加强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韩国应集中政策力量 加强国内半导体制造基础及生态系统 提高国内生产中的附加价值 提前建立扩大出口的前哨基地 以及对特定国家依赖度高的核心品种 进行日常管理等 韩民族日报指出 对此 韩国政府提出了到2047年 在京津南部建设全球最大半导体集群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计划投资622万亿韩元 政府将提供税制优惠和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等 尹熙越政府去年还将对半导体投资税额扣除 扩大到最高25% 今年半导体支援预算1.3万亿韩元 比去年增加了两倍以上 以保韩国在芯片战中不会落后 韩国龙人被划定为 打造半导体产业园区的地块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只是外部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对韩国造成影响 报道分析 随着美国 日本 中国等主要半导体国家 战略性地加入了这场竞争 今后2到3年内的半导体市场情况变得难以琢磨 报道称 从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MI 调查到2022年至2026年 将建成的各地区制造300毫米 MM晶圆的先进工厂数量来看 中国大陆有25个 美国有14个 中国台湾有13个 欧盟包括以色列 专题有9个 日本有8个 韩国西江大学系统半导体工程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